近代好男人代表李空杰 做客非常近距离 与王洛丹绯闻真假难辨 第一次见到王洛丹在剧组 是什么印象 没什么印象 就是同事 特别没有一种欲望 主动上去聊天 聊什么 他将如何回应 山楂素之恋幻觉事件 是说好像李光杰 希望合作者 推荐的是王洛丹 我们的行业一般都是 谁出钱谁说都算 以后我每拍一个戏 谁想唱快送钱来 畅然回首 与郝美的短暂婚姻 金童玉女究竟费何 分道扬镳 我特别想谈恋爱 逢人就说我想谈恋爱 我觉得那挺二的那事 你觉得现在你的状态是什么 或者说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女孩 非常近距离 三好男人李光杰 不一样的男人 为您讲述不一样的故事 包括你之前看剧本 你觉得网络单是那个杜拉拉吗 是 第一次见到王洛丹 在剧组是什么印象了 没什么印象 就是同事 拍照片也不熟 你跟不熟的人 特别没有一种欲望 主动上去聊天 聊什么呀 因为我知道拍杜拉拉的时候 王伟跟杜拉拉 是很集中的戏 因为王洛丹我很熟 他其实蛮有个性的 说话就说 很直 你能受得了吗 他这部戏还学聪明了 他会跟我提前说 我一进组 他就会跟我说 他说我这人说话比较直 有可能会得罪人 但我也不知道得罪人了 所以如果我哪句话说得重了 或者得罪李老师了 你那个见谅 后来果真发生 那个要得罪你的事了吗 后来在创作当中 他会很挺尊重我的 会说李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这部戏的心态比较好 就是我没有那么的使劲 没有那么拧 因为这个戏叫杜拉拉生之际 也没有叫王伟生之际 对对对 其实我 就是人在什么位置吧 就应该 明白自己的位置 就是大力业 对 我明白自己的位置 所以有些事不能太过分 所以我会说 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去尽量配合 但如果是我个人的 我自己的戏 全是耍我一个人的 我可能会心态不太好 所以其实拍到后来 大家合作的 其实蛮默契的 所以大家看出来 也是非常好的 看起来现在效果还可以 你知道我医生问这个问题吗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炮弹在等 也是因为 2010年8月 一则名为李光杰 王诺丹热恋 为女方演山楂树之恋 挤走江一燕的新闻 在短时间内 引起了轩然大波 报道称 李光杰和王诺丹 因合作杜拉拉生殖剂 产生感情 李光杰参演山楂树之恋 电视版 更是把王诺丹推进剧组 辑调原地女主角江一燕 对于此事 李光杰从未正面回应 在非常近距离现场 首度揭开谜底 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你也看到了 我知道这个事 你肯定得知道 记者都打电话打过来了应该 对 其实大家都是演员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么说 有点不太尊重导演和制片人 我们的行业一般都是 谁出钱谁说了算 对 这信你出钱了吗 我没出钱 我是拿钱的人 所以说不太可能让我来说了算 对 而且如果我具备这个能力的话 我觉得应该拿点回扣什么的挺好 跟王诺丹要点 以后我每拍一个戏 谁想上快送钱来 我要有这个能力的话 就还挺抬举我的 所以就说我觉得你应该没有那么强势说 让我演就一定得我要跟王诺丹演 我中国演员我不相信中国演员不太会有这个能力的人 所以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当时 没什么反应 没有去跟江一燕去解释一下 或者说发个微博去解释一下 你本人没有亲自去解释 我觉得不用解释吧 因为本身这件事情就导演已经说过了 为什么会去让谁来演这个角色 本身我也是被挑选的 那我解释这事就添乱了 而且我觉得好像这个在行业里很正常 就并不代表着江一燕不好 当然 其实不适合 当然 对 而且好像经常我看到有开机 演了大概都是十几场戏的都有被换掉的 是因为不适合 是不是这种情况都很普遍 对 我也被换掉过 照你的这样的脾气 你被换掉了 你是什么反应 林包回家呗 在拍走向共和 是光头 然后同时在拍着一个现代戏 那个现代戏 我一定不能是个光头 所以就吃了一个 类似比寸头稍微长一点的头套 所以就是 割在那个 边角上的 所以说就会 每拍一个它就会翘 每拍 一个镜头都拍不下来 那个边角就会翘 最后说还是算了吧 我们还是找一个有头部的吧 问题你都拍了人多长时间了 两周了吧 一周多吧 所以其实这件事过后 你并没有在你心里留下很多的什么样的阴影 或者说 还挺沮丧的 然后我就回 当时两边跑 我就回共和那个剧组 然后导演黎叔在那剪片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事 就已经 林宝走了已经 后来黎叔说 这是上帝对你的眷顾 那年我二十岁 说在你二十岁的时候 你的人生能经历这样的事情 光节特别好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 怎么我遇到这么大一打击 怎么还有人这么说呢 直到渐渐的 也不是现在前几年 我已经就是明白这句话了 就特别感谢 在年轻的时候 能够遇到一些自己不如意的 不顺心的 让你沮丧灰心的事 对 不合适吧 但你当时想的时候觉得挺合适的 想的时候 因为很多事得去 大家去面对 对 而且 不一样 每个人的个人的生活是 大家生活是不一样的 是不你挺难相处的 对我还行 就是这段婚姻很快地结束了 对你来讲你觉得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其实有 有朋友 问过我这些话题 会问我 会因此而 觉得 婚姻就不相信了 或者怎么样 我说不会 因为 每个人生活 还是每个人的生活呀 性格呀 阅历呀 受的教育程度啊 周边的人呢 都不一样 我不希望大家 能因为一个什么不好的事 对她今后的一些生活会产生影响 其实那样不好 当然 每遇到一个事 能够看到自己对生活上的认识 可能会存在偏差 或者说不同 这个都是正常的 刚才你说到不会影响 你对这个情感的这种期待 你觉得现在 你的状态是什么 或者说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女孩 目前还好 就是工作就第一的 对 不着急 很多人追我哦 这样的 总会有的 对那倒不是 因为很多事情 我觉得是水到渠成啊 或者叫随遇而安呢 对 不能说 我现在特别想演哪个戏 我就削尖了脑袋往那去 我特别想得到一个什么机会 我就 就一定的奔那去 我特别想谈恋爱 我逢人就说 我想谈恋爱 就我觉得那挺二的那事 就是你正常的 该过你的生活 就过你的生活 有很多东西 这个戏 你遇到了 你就去接受它 这个人 你遇到了 你就去接受它 这样比较正常 就不能说 有很多人会 那你想谈恋爱吗 我觉得那样 还挺精神病的吧 对 我觉得正常的去过好 把每天过好 就挺好的 外表木认 内心刚烈 身处演艺圈 她为何频频得罪人 所以特别是去钱贵的人 你喜欢 浪费生命 原来就连说都不说 今天找不着我了 我打一电话 我就已经躺床睡了 说 我说你干嘛去了 我说睡了 为戏痴狂很投入 拍戏片场去世多 大夫您 就是咱们商人科 几个大夫 我不知道我是命尿科的 桌上放一桌菜 你们做一桌人吃饭 没一个人吃的 现在菜可能摆一天了 各种苍蝇啊 有时候抽烟还往就 塞那里边 中式影迷大送礼 硬汉也有 柔情食 我除了我老公之外 然后没和任何一个男性 拥抱过这样 能给你拥抱一下吗 谢谢老公 你跟人老公说两句 太棒了 谢谢这么支持我 谢谢这么支持我 非常近距离 好男人李光杰 刚柔相继 真实性格大曝光 非常近距离 稍后更加精彩 接下来请收看 非常近距离 其实刚才你讲到的 你是一个比较 好像不是那么 很快地热起来的人 那我刚才跟李光杰聊天 他的金牛座 什么血型啊 A A型 跟我老公一样 好像真的 但是我觉得金牛座 身上有很多 特别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固执 但我觉得对人有洁癖 就对挑选人 跟什么人交往 也有精神上的洁癖 我不知道啊 他从众性 没有说一大帮朋友那样 从众性特别差 对对对 不是特别从众 而且会很鄙视从众 特别烦人云亦云 那你有朋友吗 有啊 你不是鄙视从众 对对因为我的朋友 也都特别反对这种 那你们几个朋友在一起 互相说话吗 聊啊 都特慢是吗 不慢 你们说话着急吗 说那你快点说什么 不着急 聊的还挺 有一天我跟我一朋友 看一电影 看蝶 看完之后聊了 两个多小时 还激烈的争论 你们也激烈的争论 对很激烈 一开始是坐着 后来就站着 对坐后来就蹲着 对对对 对对对 对然后满无溜的 就说 你享受和你的方式 不是那种 大家在一起 在酒吧 闲楚 或者唱卡拉OK 那种交友方式 不是你的 你的方式不是那样的 你不喜欢 浪费生命 所以特别是 去钱贵的人吗 没有 我觉得偶尔去放松一下 可以 天天泡那 就挺没劲的了 特没劲 去那你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的 一进屋 谁跟谁也不认识 那就开始认识呗 为什么要认识 所以特难受 我有朋友过生日 说你来吧来吧 都是你认识的 有没有我不认识 没有 去 一开始去的时候 他确实都认识 后来就这个朋友 带那个朋友来 最后我发现 我认识的都走了 我觉得 我当时看一圈 我就也走了 而且我不会 现在我会 跟主人打招呼 或者发一信息 我走了 原来就连说都不说 经常找不着我了 我打一电话 我就已经躺床上睡了 说 我说你干嘛去了 我说 睡了 那完了 你将来有 你知道这个 做名人的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任务 就要参加各种的 这种 比较无聊的 什么酒会 或者活动 那你怎么办 你又得去 对我也因此得罪人呢 真的 对 因为我去那之后 有可能见过几面 但不是特别熟的人 去那之后 我就 就自己找一地儿 一呆一呆 就差不多到时间 就这事还必须得去 就可以走了 后来人打电话说 就问 说我是不是 那个人是不是 跟他 我对他有意见 就为什么 跟他见面就没理人 我说我不是那黑灯瞎会儿的 谁也不知道谁 我说我就待一会儿 我就走了 对 人家就觉得我对他有意见 后来我就 就跟人打了一电话 我没有 我真没有 我真没看见你 对 会有误会 李光杰1981年 出生在河南平顶山 一个普通的家庭 小时候并没有艺术天分的他 为了从农村走出来 误打误撞地 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面对巨大的心理落差 他是如何调整自己 凭借着内心的韧劲和耐力 他又曾经历过怎样的摸爬滚打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呢 你的家庭就是很普通 并没有说是跟这一行有关 一个都没有吗 没有 爸我妈妈是做什么他们 是在煤矿工作的 家庭环境好吗 那时候 比着有钱的算穷的 比着穷的算有钱的 穿上衣服能吃上饭 还有更奢侈的条件提过吗 他们能满足吗 零花钱没有 就你正常的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我看过一篇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说你在考大学的时候 等于是你考上大学的学费 说其实你要考上大学 那个学费蛮贵的 说对你弟弟来讲 其实会带来一些困难 是有这回事吗 对有这回事我爸 当时家里这个 给这个上大学的这个基金呢 这个预备的这些钱呢 是够这个 哥俩上大学的 因为如果上普通大学 是完全都够的 但可是中戏 戏剧类院 这个艺术类院校 学费会比较高 那就只够我一个人了 就当时开了一个会 家里在商量 说怎么办 我觉得好不容易考上了 那就我还挺自信的 我对这个好 对我 因为我觉得 因为考试我去了 他们没有陪我去考试 我看那么多人 报名啊 考试啊 然后我们班人15个人 好像1000人 考上15个人 我觉得我还算是优秀的吧 所以我对这个 还有点自信 我说那这些 给我去上大学 我说将来 差不多李光辉要上大学 我弟弟要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赚钱 然后再供他去上大学 对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你做的事情 如果是你做的 你也挺厉害的 把自己的简历 电话地址写上 几百分 开始网出头 对 大一的时候就开始 对 可是你大一 你知道什么急啊 是啊 很多人跟我说啊 就是我把简历投给人家 人家如果有对感兴趣的 会在这看你的照片 看看人 看看照片 然后说啊 毕业几年了 我说我大一 大一你招什么急啊 不是 你自己写了一个简历 你还记得大概写的什么吗 所以一开始还成本比较高 还有一张纸上面 加了一个照片 后来就为了降低这个成本 连纸都不要 就在照片后面写 印了多少份 好几百 一共发了应该有上千份吧 那你怎么送呢 把这些 就是敲门 敲谁的门 就它每个房间上面有贴的 有某某剧组 非常近距离剧组 哦 是不是在北映场呀 各种 好多好多宾馆 都一个宾馆 一般七八十来个剧组都有 你就自己去送 筹备的时候 对 真行 就敲门 然后进来 然后副导演 然后一堆人 什么事啊 我是中戏的学生 这是我的照片 说如果不知道咱们 有没有合适的角色 如果有 你给我打电话 你放 如果人对你感兴趣 就跟你聊两句 对你不感兴趣 就行 我们知道了 有事再通知你 就走 你不怕吗 你不是挺靠面的吗 怕见生人 你那时候也不怕了 那没法怕 那会儿 这是你内心的一种危机意识 大一就开始去 不断地去这样去寻找 对 挺危 还就是不知道 你的未来是分到 剧团 还是说 回河南 还是说 你可以留在这儿 当一个演员 完全不知道 所以简历发到什么程度 开始 就对你的这个 有转机了 发到二年级下半学期吧 所以走向共和 也是通过简历找到你的 对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你的运气挺好的 你知道张黎 是多棒的一个导演 那会儿不知道啊 那会儿真不知道 第一次见是他们有三个光头 在会议室开会 三个光头 一个是总制片人 一个是总编剧 一个是总导演 因为演三个和尚的动画片 因为我们组男演员 全是男的全是光头 对 我当时在 在那个 那个会议室 有一个水 有个烧开水的一个 类似于锅炉那样一个东西 我们就打水 回房间 我当时 这他演员 怎么 还觉得那是演员 后来介绍说这是导演 这是总制片人 这是总编剧 才知道 所以你都不知道张力是谁 对不知道 这部戏完了以后 还演了张力的哪一部 《军人机密》 对 你在拍他的戏的时候 有受过伤 他的戏没有 不是他的戏 对对对 我看的是哪个报道 说是泌尿科的大夫 给你做的手术 杀虎口 杀虎口 是吗 对 那为什么去泌尿科做的 他泌尿科和烧伤科在一块的 其实不挨着 就其实不挨着 离着最近的医院了 然后那个井又特别远 我烧伤完了之后就 那种大桶的矿泉水 先冲了一桶 冲完一桶直接就给我 又拍了一场戏 才拉到那儿 拉到那儿之后 大夫就给我看了 刚刚我就觉得这大夫 我有点含糊 最后也人都去 该交费的交费 反正就是最后剩我一人了 我就跟那大夫说 我说大夫 这不会留疤 我就特别担心会 我看好多烧伤的 他都会皱 会变得就是会有疤 我说他说不会啊 怎么怎么 我说那个咱尽量别留疤 我说是演员 这个对我还挺重要的 啊 你是演员 拍什么戏呢 我在这拍杀虎口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光基 他正在给你 包扎的时候 他就把手里的活放下 就走了 我说怎么走了 过一会儿回来 对对对 你在这拍杀虎口呢 我知道 他去上网查去了 然后回来之后 我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太对 我说我要借点什么吗 就是说 比如说不能吃辣椒啊 酱油啊 这些色素沉淀的东西 不用 什么都不用借 该吃什么吃什么 该怎么着怎么着 我说啊 大夫您 咱们烧上磕几个 几个大夫 我不知道 我是泌尿科的 我当时就赶紧把我们送过去的制片叫了 我说咱能换个医院吧 这实在有点不着调 对 所以其实你看 讲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 其实演员在拍戏的时候 去的是最艰苦的地方可能 最偏演的地方 对 那个条件绝对都不是明星的待遇 不是大家不知道 其实连我父母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 我之前我爸还给我提过意见 说你们这都太假了 桌上放一桌菜 你们做一桌人吃饭 没一个人吃的 太不生活了 后来到现场一看 那是没法吃 菜可能摆一天了 各种苍蝇啊 有些可能素质稍微 各种昆虫 对各种昆虫稍微 有时候抽烟还往就塞那里边 就你完全已经没法吃了 都吃了 您现在见不着我了 因为我觉得 其实跟李光杰聊天 我觉得挺真实的 然后可能你的影迷喜欢你的 就是这样 每一句话都认真回答 但是这个话里面 都是带有你的一种思考 其实你要的不多 就是有一些朋友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主人 好像你也一直都没有提到 女主人这些角色 那你爸你妈你爸着急吗 不着急 为什么 他们那么传统你不是说 对但他渐渐的 因为去年我一直拍戏 他们都跟着我 他们也了解了这个 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这些行业 你了解其实很多人喜欢你 他们也不会着急 这倒没发现 大不了嫁给一个影迷吧 娶一个影迷 所以我把最后的时间 交给我们大家来提问 刚好给大家一个互动的时间 不要太八卦哦 来 那个光杰 那个我也没有什么好问的 因为之前 我就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吧 因为之前 我觉得要是喜欢一个明星的话 在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件很疯狂的事 但是 就是自从看完《杜拉拉生日记》之后 我就特喜欢王伟 谢谢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 我从济南 然后 而且没法买上票 然后我就买着战票过来的 谢谢 我就写 辛苦了 来来来来 过来过来 给你个特权 来 何张颖 来 过来过来 掌声鼓励他一下 好吗 看在人家买战票的这个 站在旁边说吧 你结婚了吗 辛苦了 我都有孩子了 哎呀 你又害怕 有孩子还这么疯狂 你老公知道你来吗 我老公知道 那你老公 老公就说 你不要去了 不要太给我丢人就行 哈哈哈哈 来 对 你准备准备准备 不给你老公丢人啊 来个什么动作就不丢人啊 我爸 我跟我老公是初恋 嗯 对 我除了我老公之外 然后没和任何 任何一个男性 就是不包括爸爸 之外的男人 用抱过这样 能给你拥抱一下吗 哇 哈哈哈 哎呦 李光潔 谢谢 你要对他负责任啊 除了他老公没有 我说要从那个 影迷跟 对对对 明星的角度 你要对他负责任 一定的 对 他除了他老公 都没拥抱过别人 你就压力大了 对 你的人生这么苍白呀 就拥抱过老公自己 你再拥抱我一下吧 好 谢谢 对 来来来 你说一说 因为我觉得 也是孩子的妈妈了 能这么疯狂 你自己都觉得 不可思议是吧 对 因为我这次来嘛 我下了好大的决心 而且我还要跟单位请假 真的啊 嗯 然后我决定要来的时候 然后是星期六下午了 然后我老公下 仅能下雨嘛 然后老公还有带着孩子 然后我们就去火车站买票 然后排队嘛 哎呦 我觉得 我觉得下这个决心 真是很不容易 孩子几岁啊 孩子三岁了 有没有在那个火车 妈妈 你回来呀 没有没有 他以为妈妈不要的了 我买了 爸爸呢 生表情走的时候 老公生表情 老公把我送到火车站 然后我说 回来的时候 再来接我 真好 谢谢老公 你跟着老公说两句 把你告诉我 哈哈哈哈 不用不用说 那谢谢老公 你必须跟着老公说两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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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这么支持我 谢谢这么支持我 哈哈哈 因为 因为我看那个杜拉拉 和那个王伟 他那个恋爱过程 因为我就觉得 跟我老公特像 但我跟你讲 你要冷静一下 因为这演员有的是 他是塑造的角色 其实他不是那人 他没王伟那么可爱 你千万别爱上他 你知道吗 你的婚姻是真实的 他是虚假的 不会的 李光杰这个人是真实的 王伟那个人是虚构出来的 我老公长得也挺帅的 而且主要是 好好过啊 他那个性格跟王伟很像 是吧 嗯 就忘记王伟 就想你老公就行了 好 这个没问题 哎 你有什么要嘱咐人 您大老眼来了 还是挺希望 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照顾好自己的工作 对的 照顾好孩子 谢谢 哈哈哈哈 怎么说的那么 谢谢 那么悲壮 谢谢 好了好了 今天李光杰有很多的粉丝来献上 听说有礼物送给他 来 然后来 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吧 你好 主持人好 光杰好 这是什么 这是做的一首藏头诗 哦 藏头诗 光杰和《非诚心律离》这个节目组 坐在 光杰念一下吧 好不好 好 春 李 李陶 李陶 方飞 秀 秀这是 光彩照人间 截迷喜相聚 与君尽欢言 敬夜飞长梦 巨星拔酒坛 离阙烦恼事 心比天地宽 谢谢 谢谢 这是藏头诗是吗 藏一下我们倒过来看 应该是 李光杰与静距离心 哇 对 孙悟相聚 孙悟相聚的意思 这个是大家扫描的 都是手写的 这是我做的一首词 这是元人姐姐的词 哦 你看这里面说 光杰从不相信自己会 疯狂迷恋上一个 素无相识的人 但是这个夏天 从容淡定的你 不经意地走进了我的生活 渐渐融入了我的生命 为你感动着 关心着 心疼着 这将成为我最值得珍藏的 美好回忆 加油 光杰 你是最棒的 我们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我的心始终为你牵挂 为了所有爱你的人 好好保重自己 北京光杰的粉丝 哇 光杰我们永远支持你 我们天津的粉丝们 还有一份特别的礼物 要送给李光杰们 谢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建议 然后呢 就是代表我们大家的信仪 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 谢谢 我特别喜欢 谢谢 谢谢 我们就是大家的一个信仪 然后期待你在未来给我们创作够更好 然后我们再给你 谢谢 谢谢 多可爱的礼物啊 对啊 喜欢我 我特别喜欢这个 来来来 谢谢 好 你都喜欢我 没有我真的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今天这个还有肯定很多影迷没有来到现场 有什么也通过我们的摄像机跟他们说 看他们对你真的很好 我 请感谢你们 而且今天有很多从外地来的朋友 把工作 把家人放下 这么大老远的 对 跑来看我 我觉得 你要对得起他吗 我会认真对待我的工作 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然后希望能不让大家失望 谢谢 谢谢 对他好玩 对他好玩 对这边 就是